429长沙自建坊倒塌事故最新进展 第六名被困人员被救出 房主等9人被刑拘 综合媒体5月1号报道 4月30号19时20分时 长沙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旺城区429居民自建坊倒塌事故相关情况 4月29号12时24分 长沙市旺城区金山桥街道 金平社区盘树湾 一居民自建坊发生倒塌事故 事故发生后造成23人被困 已救出5人 此外还有39人失联 失联人员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 5名伤者移送至医院救治 生命体征平稳 经初步调查 倒塌房屋系居民自建坊 共8层 其中1楼为门面 2楼为饭店 3楼为放映咖啡馆 456楼为家庭旅馆 7、8楼为自住房 乘租户对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结构改动 5月1号 长沙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 经查 吴某永和设计施工负责人龙某凯 任某生 薛某宗等4人 在该起自建坊倒塌事故中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据了解 2022年4月13号 湖南乡大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对该自建坊家庭旅馆 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后 出具虚假房屋安全鉴定报告 公司法人代表谭某 及技术人员 宁某、汤某、刘某、龚某等5人 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5月1号 公安机关已对上述9人 予以刑事拘留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